好,大家好 七月一直大家都說它是貴月 鬼月當然就有很多很多恐怖的事 然後你不拜拜會怎樣 你不求平安會怎麼樣這樣子 可是這邊我們一直跟大家說 所謂七月鬼月這件事情 其實只有台灣是一整個月都鬼月 也許 maybe 福建有 可是實際上即便是在中國 它講的也叫做中元節 也就是一天 它不是個中元季一整個月 它是一天只有七月十五號的那一天 如果它一整個月都這麼恐怖的話 那七夕情人節 難道我們早是鬼新娘嗎 還是鬼狼君 如果說七月有這麼的恐怖的話 它不應該會有一個 找戀情的日子在七月裡面 這個時間點在古代北方的時間 差不多就是要修成 然後那個牛羊也肥大了 有了安定的生活 你就會希望要有戀情 因此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大家會希望說 那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好的對象 同時間 因為我們有豐收的季節 有了一年的收成 這個半年來得到了神明的庇佑 因此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感謝很多人 謝老天、謝大地 然後感謝神明很多人 在這個感謝的過程中間 要祭拜神明、要祭拜天地 順便拜一下好兄弟 那再加上中元節的這個傳說 所以我們就把它擴大辦理 其實這是一個感恩的月份 很多人可能覺得 老師可是我真的就是在某一年的七月 就特別的倒楣還是怎麼樣 那第一 你每一年都這麼倒楣嗎 沒有嘛 所以表示說 這其實是一種人的心理效應 你已經長久以來受到這樣的暗示的時候 你這個月份裡面 只要任何倒楣事 你都覺得是好兄弟搞得貴 所以這個是一個長久以來 村民暗示之下 我們的心理的反應 再加上天氣這麼的熱 今年開年的年孕裡面 我就說到 今年會是一個非常酷熱的一年 那即便不是今年 每年到時間點的時候 一定也就會比較 讓人心情是浮躁的 因為天氣熱嘛 那心浮氣躁之下 當然你就很容易做錯事情 很容易出一些問題 因此你就覺得好像特別倒楣 可是實際上呢 並不是如此 那可能會有人說 那老師 那我們終結到底要不要拜呢 當然還是拜啊 你願意拜你就拜 你覺得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不用拜 心塵則靈 不管是終結季也好 或是各自各樣的拜拜也好 其實我們都是秉持著一個感恩的心 在感謝他們 這是整個七月份 因為要講這個月月運 我們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進到七月份呢 坦白說 之前跟大家講過 台灣會在第三季的時候呢 也就是開始八月中 這個八月十六號以後 正式的進入第三季 大概差不多到國立的九月左右呢 台灣的股市會開始往下走了 那也許還有一些在盤震 但是逐步逐步就開始在往下了 那這樣年底呢 整個全世界的這個經濟局勢 都會有狀況 畢竟在過去呢 中國對全世界來講 是個很大的經濟火車頭 但當他的經濟往下走的時候 他打個噴嚏 台灣怎麼可能不傷風感冒 所以說這個往下走是正常的 當然這個過程中間呢 因為台灣自己本身的體質很好 因此呢 也會是一個產業篩選一個過程 這段往下走一直到明年 大概應該端午過後 或者端午前一點點就開始要回來了 首先現在大概有股票的 除非這個你是放長線的 除非這個你是很看好它 那它很穩健的 如果你是這一種 那個追逐各種浪潮的 你的技術性可能如果不太夠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這個時候可以下車 我們可以觀望一下 因為到年底呢 應該台股就會降溫了 過年前台股在13000多點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今年有可能到 16000、17000 但是他摸到17000一點點 然後開始會回去的 13000沒有跟到的 然後17000就不要再衝進去了 你沒有賺到錢 少不要再賠到錢了 差不多這可以官網 然後可以錢先收回來一點 再來政治局勢上面呢 到這個階段大概 其實差不多就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絕大多數的局勢了 正式的會在過兩個月之後 進入了10月 正式選戰開打的時候 現在唯一的變數就是藍白會不會喝 因此到了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該吃瓜的吃瓜 然後該嗑瓜子嗑的 該看好戲的看好戲 應該要回到我們自己自身的情況來說 進入了7月1號的時候 8月16日之後 我們已經在更月了 天象畫劑 我們講天象是一個規則跟規範的制定人 他會希望什麼事情呢 都要循規導舉照他的方法做 但是他畫劑的表示什麼 表示他想要突破跟打破那個規則跟規範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月份 會在8月16日一路一直到什麼地方呢 一路一直到9月8號 都在走更月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企業上會有很多違法的事情出現 這一種吸睛跟詐騙的事情會爆開來 政治上本來你覺得好像狀況還不錯的 後來發現說一堆貪章違法的事情 一條條被挖出來 另外正式或是演藝圈 再度會爆出婚外情的狀況 再來因為天象也會代表交通 所以說這個月份 也是大家一樣開車要注意跟小心的地方 跟太陽化路而天象化氣 舞曲化權而天童化刻 所以入髓祭走 會用太陽化路去補那個天象化氣 在這個月份我們會看到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 命攻冠入攻財攻做太陽化路的 你就會用你自己的個性能力 以及自己在工作上面 職場上面的資源去補你那個天象化氣的位置 那當然你的天象如果是做在命攻 冠入攻跟財博攻的這個月 你就要注意說你很容易 尤其是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簽合約的 是需要跟人家談判的 是需要跟人家談合作的 是需要團隊一起努力的 都會在這個月份會讓你覺得 怎麼好像周圍合作的人 或者是說你的partner 在這個月特別的不遵守諾言 明明跟他講好了 可是他又翻盤 那如果說天象星不是在你的命財官 而是在你的服役公、夫妻公 或者是父母公甚至是兄弟公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月份 你跟這些人之間可能跟他講好的事情 他沒有照著跟你的約定完成 而需要用你自己的生命 用你的錢財 甚至用你的工作上的資源 去彌補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這個月份 大家可能比較痛苦的地方 但不可否認 如果說本身自己命攻 冠入攻或財博攻 他是天象化氣的狀況 甚至夫妻公天象化氣的狀況 但是你同時間你的命攻有劃路 冠入攻有劃圈 或者財博攻有劃路 有劃圈 這也會是一個 你在整理完了上半年的努力之後 你希望在下半年有一個 新的開創的力量 做一些改變自己的行為 因為7月 他上半個月絕大多數的這個時間 都會是讓你覺得說 好像這些人際關係 然後合作的事情 都不容易如你的預期 可以建議大家 尤其天氣這麼熱 要多冷靜 在這個月份 當你在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否則啊 這是一個很容易啊 大到合約簽錯 小到出去 停車就容易被正義無論檢舉 或者是很容易會被開罰單的一個月份 連續著呢 下一個月走新月 新月呢 文昌化氣 去門畫路 文昌星又是一個文書筆墨 一個星耀 然後當他化氣的時候呢 也會同時很容易 別人答應的事情 或者你跟別人簽的約 會有狀況 傳統上面來講啊 這是連著兩個月份啊 都有關費的情況 所以我們常講說 他四話的安排是很奇妙的 前一個月 人家跟你講話不算話 後面一個月 他跟你打的合約就會不算數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啊 會有很多大的公司 他發布出來的訊息 結果你發現他是假的 或者是他答應你要做到的財報 其實做不到的 真正怒當也是 會看到很多很多的謊言 一直被爆出來 真言說瞎話 然後一直拿假的訊息來騙我們 所以建議大家其實看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找一些各方面的管道資料 跟來去查證 現在網路這麼的發達 到了新的時候呢 實際上這個月份 也就是9月8號開始之後呢 因為他文曲化科 文昌化劑 因此我們還是要擔心 如果昌取同工的 昌取對工的 昌取在三合內的 剛好所碰到的工位 是你的命工 解餓工跟福德工的 而你自己本身 或是你身邊的人有這樣的跡象 然後他本身呢 容易失眠 脊椎不好 有憂鬱跟躁鬱 這個月份 我們也一樣要關心他 因為他這個月份 會非常非常的情緒不安 尤其是那種 昌取同工又日月同工的 都要多關心他一點 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但這個月份 因為他是聚門跨路 然後太陽跨圈 不管你是聚門星 或太陽星也好 如果在人命財官上面 這都是一個很好跟人家談判 或是很好決定事情 很好去談生意 或是很好談未來計畫的一個月份 那如果說呢 在你的六清工位上面 都是你在這個月份呢 你很希望跟這些人表達一些你的想法 看法 跟做一些決定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很適合你跟他們溝通的月份 總之為的呢 七月份來講 因為天氣的關係也好 或是因為命盤的關係也好 或是天干也好 都是一個我們容易心浮氣躁的月份 大家有空可以多泡泡冷泉啊 多喝冰茶啊 點個香安靜一下 多做一些冥想啊 盡可能的讓自己啊 心情是處於一個比較平靜的狀態 免得自己在這個月份啊 容易有些情緒的波動 然後做出不好的判斷 不管是你的朋友他情緒的波動 造成你覺得他講話不算話 或者是你自己情緒的波動 造成你朋友覺得 為什麼你的情緒有這麼多的起伏 你講話不算話 這個都是一整個月份裡面啊 我們所需要注意的 那我們只要注意好自己的情緒 抓好時間 希望要告白的 希望要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溝通的 可以在下半個月的時候 然後上半個月的時間呢 盡可能的啊 去幫助別人 這樣子呢 就可以度過這一整個月 我們容易心浮氣躁 然後往往我們做錯事 做完之後 讓自己後悔的月份 鬼月不可怕 因為我們在感謝他 絕大多數的情況 除非你真的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 或虧心的事情 否則我們可以好好相處 我們開始開放了 大家可以問一些問題 但是希望大家的問題呢 是比較平情留在學術的階段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 每一個每一個網友 我來回答你命盤的問題 如果說你真的命盤上有什麼問題 我只會學會呢 在理書上面 有公益論命的社團 那我們的教室呢 在每個禮拜六下午 1點到5點這個時間 我們有公益的老師 免費幫大家解答你的問題 如果要找我算命呢 大家也就知道說那個 我算命的錢都是捐給門路醫院的 總之呢 7月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喜歡我的影片呢 希望大家分享按讚 小鈴鐺 才不會錯失 謝謝大家